利说,小孩子打架也没有这么玩的。 人心向善,说,这游戏规则是北约给乌克兰制定的。 今天中国宣布制裁两家较通用的军工企业, 冻结财产,不给高管签证。 利说,北约就是一群攒鸡毛凑胆子的乌合之众。 美国的傀儡生怕傀儡的主人不管自己了。 人心向善,说,美国实际上没收了欧洲的军事指挥权。 韩国、日本也一样。 利说,每届北约秘书长竞选的时候, 天美的姿态、分外妖娆, 从那届丹麦人做秘书长的时候感受到的。 人心向善,说,这个世界上真正独立的国家只有美中俄三个, 不知道是否还有遗漏。 利说,朝鲜。 人心向善,说,三胖离不开中俄。 利说,那三家谁又离得开谁。 何老师,说,只有中国自己内论, 最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开口大笑。 人心向善,说,在海外已经有很多个总统在等着呢。 利说,哥本哈根有个区域,大麻交易区,日前被废,民众兴高采烈前往,挖去铺路的石头,像柏林围墙的砖头一样珍藏。 何老师,说,海外中天100%都是美国的傀儡。 总统。 不要下话先称说,很多偶发事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战争。 已经正经一体化的欧盟,可能正在逐渐军事一体化,一旦形成统一的军事部署和配套工业,一个隐约的松散邦联就出现了。 高度文明的欧洲,几乎全部奉行宪政民主原则,这符合经济相互依赖的民主和平论,是很多欧洲理论前辈的思想结晶。 美国一直在努力防止独立的欧洲出现,现在中国应该是乐见的,俄罗斯不可逆转的衰落,欧洲如今是不是有一种全新的可能? 也请爱海牙同学答一答。 利说,把闲扯淡提高到博士论文的高度,还要求跨专业的,这一下子把天咬死了,鸭雀无声,小狐狸快来救场。 六小话献阵说,你们扯你们的。 利说,丹麦政府昨日宣布,作为丹麦本土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作为著名的地狱天使的对头, 本地大组织被即日起宣布为非法组织,不能有聚集地,成员不能佩戴标志。 本地大事阴影,懒得查。 93-97年曾经与地狱天使火并,都是穿皮衣,开摩托的行头。 Books说,恩,生效了,生效了,1948年11月30日生效,正好是三大战役中间。 不过对于蒋某人来说没卵用,美国人也信不过他。 利说,丹麦一家软件公司力战群雄,成为NATO作战通讯软件专属供应商,被视为里程碑式的大事件。 私人软件公司。 Books说,比尔说得对,团结一体的欧洲对中国来说是个支点。 但欧洲处于鸡蛋散黄的前期,先把各王国利益里里顺拔,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盟议会构架建设很全,各说各的。 但是近20年,欧洲多起来的是清真寺,以及烧古兰金。 对,还有绿党,奋斗了几十年,最后探中和日期延后了。 欧洲的科学家们开始写,生物排泄物有利于农业种植。 算了,不这么聊了,埋太人的聊法的确爽,没意义。 利说,是的,和平时期,国家之间的联盟是很松散的, 不似美国州与州之间,国家首脑的野心与州长的野心不可同日而语, 国家之间有太多利益纷争。 政府首脑都是做老大出身,谁会主动再做小弟, 大哥中的大哥也不是容易找的。 哈牙说,欧盟的独立性增强,从经济到军事上。 欧洲不能逝去俄罗斯,与俄罗斯走向和解是必然。 美中对抗下,欧盟是平衡的力量,会有所获利。 欧盟会向东南欧扩张,只有新兴经济体才能为欧盟带来活力。 Fooks说,海牙是这几句话说得挺像样的。 我要给个时间的话,二十年。 贝尔小话现成说,是不错,一礼拜学习,还是有收获的,笑容可惧。 欧盟说,马英九已经回到台湾了。 发表演说时,又表演了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口误。 当被问及是否为口误时,马英九笑而不答。 随行的立委赖世宝则笑着告诉记者,那是故意的。 六下话现陈说,六万去了,饭后摆不走。 你还行,是个山东爷们在。 全片下话现W说,我妈最近好关注台湾了。 Fooks说,我的朋友看到那段视频,一致认为一句话,小聪明。 晚风清阳,说,请教个问题。 请教个问题,台路委会这次对于马访路表示两岸差异不在于语言或文化, 而是政治体制与生活方式,是否代表DPP也在软化态度,可以在文化。 民族上承认是中国人呢? DPP不可能打自己脸去承认九十二公式,但是否也想通过马去探探新的对话基础呢? Hima说,民进党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民进党对大陆强硬才会有选票。 Fooks说,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马或者来访人员中有信使和传话人的作用。 甜点,说,挑了几块,石头摆设还行。 Fooks说,WSJ,纽约时报,根据第三方供应商提供的乌克兰官方海关数据表示, 在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基辅收到了数百万架中国无人机和备件,主要是通过欧洲中介机构提供的。 此外,当下乌克兰还培育了严重依赖中国零部件的国内无人机产业。 乌克兰工厂生产了数十万架能够携带炸药的小型廉价无人机。 Hima说,这些鹿营的认为当中国人是耻辱,说他们是中国人等于骂人。 阿加围龙说,大陆希望让马带话给赖,具体是什么话,过一两个月也许能知道。 晚风青阳说,感觉DPP之前文化上都不愿意承认,甚至一直在塑造台湾民族身份,所以觉得陆委会这个声明还是软化了。 Hima说,我告诉他们,中国人没有当不当的问题,只有是不是的问题。 乌克兰说,台湾国族身份,你说的有道理。 Hima说,台湾人的意识很强大,只要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人,他们就是什么人,完全不管身份证上怎么写。 阿加围龙说,见过农村分家吗? Skawang说,听说过,是不是很吓人? Hima说,我是完全不相信身份认同这一套。 人心向善,说,我是一点也不看好520之后的两岸关系,也许未必开战,但两岸关系会比现在更加紧张。 Hima说,那种巴掌大立方体铺路石,不似柏林围墙的砖石,上面有些还有图案,与寻常铺路石没啥区别,除了可能有大麻威力。 喜极而泣,收集一大锅,煮出大麻体蠢物,喜极而泣。 Hima说,离开战还早着呢?台海战争一直是美国在炒作。 人心向善,说,赖清德要重建国家,洗敌社会。 新宣布的内阁名单就是一个强力推行去中国化的台独内阁。 Goodentag 0000说,还占个球啊,只要台湾不挡大陆的道,就两岸一家亲,爱干啥干啥,习重感情啊,只要不乏理台独,事实台独,大陆都无所谓。 人心向善,说,擦枪走火也不是不可能,看造化吧。 Goodentag 0000说,走火又能怎样,死人都不会打。 Hima说,台湾的国防产业都有中资参与,就能看出台湾有多拉垮了。 Goodentag 0000说,现在叫嚣什么站,捅的,都是一群二傻子,被耍得团团转。 晚风青阳,说,但是大陆的焦虑可是真是受到台湾身份认同变化的影响。 Hima说,台湾的导弹部件送出去维修,发货地址却在中国大陆,这把台湾吓出一身冷汗。 利说,仔细想想,如果是存在一种持续的国家战略,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就没干过啥好事,以正义的名义,坏事做绝,是它从诞生之日起的一脉相承的传统。 Goodentag 0000说,那都是宣传,做样子的,别信,看戏就行。 人心向善,说,毛子可能性不大,但台湾有可能铤而走险。 Fooks说,你过度已美了啊。 眯眼的笑脸,任何一方都有极端分子,毛子的意愿还是有的。 我混迹在毛子群,总体来说,他们可希望中国人下场了。 利说,大头大哥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带头大哥。 人心向善,说,顾力熊,吴钊燮,郑力军,这就是个铤而走险的最佳组合,你卧底啊。 利说,拉斯维达尼亚,你也能聊。 Huma说,这几个只能当疯狗咬人,关键看赖清德的论述。 Fooks说,打瓦利息,我就是看看偶尔点个赞或者点个狗脸。 明哲说,https,mp,wixen,qq.com,shc0k0wq5kjdfxnpbttp0a。 人心向善,说,毛子最近还在像蜗牛一样,攻城略地。 明哲说,有人看了WPS发布的新的AI功能吗? 人心向善,说,都关心国际大势呢,没空关心WPS。 明哲说,国际能有啥大势? 没事还不如看看延牢采访。 WPS这几个AI的应用非常精准。 云莫说,伊朗即将开展大规模报复。 人心向善,说,至少在国内WPS已经在移动端完全代替Office了。 明哲说,WPS展现的几个功能已经有点推理能力了。 我还想用OpenAI弄类似的功能,不过不太支持。 人心向善,说,以前为制作表格和调整格式而烦恼,最好能一键生成。 现在有了WPSAI连内容都可以一键生成。 产品下画线WU说,我用的就是WPS,得学学了。 人心向善,说,有了这个,准备彻底告别复杂的Office了。 明哲说,不过他这个好像是必须要企业版。 人心向善,说,会逐步开放的,企业版能赚钱。 明哲说,个人版最高级会员那个文档AI功能不行。 人心向善,说,个人版没完全开放。 明哲说,逼着OpenAI赶紧出伍,把推理能力放出来。 在OpenAI上传文档表格他没有理解公式之类的能力。 人心向善,说,现在企业协同办公很多都是用飞书和丁丁。 在应用端老美比不过中国的。 甜点,说,远离办公太久了,没用过,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明哲说,企业微信,不过貌似现在腾讯和阿里都在AI上没什么亮点。 人心向善,说,你不用码字,用不着。 明哲说,其实也用得着,投资资料一股脑抛给AI,然后就出来个投资助理顾问。 回头先用用WPS企业版试试,看看是否好用。 人心向善,说,阿里内部已经大规模在使用千亿通问,大量代码都是由AI生成的了。 明哲说,明天鼓倒一下。 人心向善,说,通一千问。 甜点,说,国内没用Zoom,上次朋友说用丁丁,我说没有,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Fooks说,已经挺快的了。 俄乌战场上双方的打法有一些变化,准确地说是乌克兰方打法上有变化。 一,不再像以前一样在标志性地点的绞肉机之战,因为现在堡垒式的城市越来越少。 二,蹲守简单防御线,不再主动出击,包括坦克步兵战车。 三,尽量多用简易版的无人机加简易炸弹,作为武器。 这种战法的改变造成现在的情况是, 俄军的攻击小队人员与器材的损失更多地出现在。 一,去进攻的路上。 二,撤回来的路上。 而实际的向战俄方都一般能取胜。 已经很像治安战了。 乌方敌却现在有点撒斗成兵的方式,避免集结。 一个战斗小组躲在一个地方,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连击行动,包括转移、进攻、撤退。 而俄方的反无人机设备迎击才有。 人心向善,说,视频会议用腾讯会议和丁丁比较多。 Vooks 说,不太可能。 Huma 说,新闻报道。 以色列确实把伊朗惹毛了。 Vooks 说,嗯,伊朗的确想让在座的各位以为,以色列确实把伊朗惹毛了。 把气氛做足,各国外交使团班尼特拉维夫或者耶路撒冷,飞机也绕道走,船也绕道走。 当然黎巴嫩真主党也要配合一下。 明哲 说,伊朗内部极端不是主流吧? 也是安抚内部吧。 Huma 说,这好像是美国方面得到的情报。 不是分析。 乌克兰弹药所剩无几,等米下锅。 俄罗斯弹药充足,冰工厂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 Vooks 说,简易版无人机可以自己生产了大疆的零件。 HTTPS, Archive, PHBLMBW NH 下话线K 说,HTTPS,3W.voiChinese.com Eran poised to attack Israel in retaliation as us pledges support 202-04-11756-5502.HTML 伊朗攻打以色列,只欠东风。 甜点,说,别以为支援俄罗斯被实锤了,就更惨了。 呲牙咧嘴的笑。 Vooks 说,有,上升到铁的承诺,是不是比肩如磐石还厉害一点? 啥? 不知道美国军工复合体中有一把中国的交椅? 妈! 这俩流氓,说一套做一套。 云牙说,好文章。 Goodentuck 0000 说,伊朗先调阻以色列于美国的胃口,让其惶惶不可终日,每天生活在恐惧中,等待最佳的攻击时机即可。 NH 下话线K 说,拜登最大的担心就是,一旦伊朗开始攻打以色列,自己的总统连任竞选怎么办? 谢谢,说这。 一页下话线K 说,皇上,您能明辨是非。 小陈属于学识浅薄之徒,若非专业,难以分辨。 听多了,反而容易被迷惑,所以只能选择听。 您直言,皆听。 唯独经济学与皇上难以求同,但是无妨能促进我更多去看那些平时不看的数据图表。 Blush,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让资本进来。 现在的企业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资本,又能发展自己的方式。 这肯定能作为一套学科单独产生。 需要在企业和资本之间都有经验的人来寻找一种新的企业方式。 谁也说,我没有经济识,只是我对经济的认知如果离谱,自有几位同事朋友执政。 我对经济更多是对趋势的感知。 你对美国经济的看法比我专业,这不是我能讨论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到了一系列国际新闻,从乌克兰局势到台湾访路,再到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关系。 我想说,小孩子打架也没有这么玩的呀。 关于乌克兰,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双方在战场上的打法也有了一些变化。 乌克兰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的战术,主动出击的次数减少了,更多地采取蹲守和防御的方式。 而俄罗斯方面则愈发依赖无人机和简易炸弹这样的低成本武器。 战局变得越来越像治安战,双方的损失也有所不同。 在台湾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动向。 马英九回访路时,再次出现了人民大会堂的口误,而台湾方面似乎也在软化态度,试图探索新的对话基础。 不过,民进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可是天方夜谭啊。 至于国际舞台上的角力,我们也看到了美中俄三国的较量,各自有着自己的利益和策略。 最后,我们还聊到了一些科技和经济的话题,比如WPS的新AI功能和企业协同办公的发展。 这些新技术和方式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方便和便利。 当然,我们也要警惕科技应用中的一些问题和风险。 总而言之,世界纷繁复杂,我们只能以观众的身份聊聊天,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讨论,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收看六度聊天,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多多支持六度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在这里也订阅一下我不ואג,也许容易打开發。